今天我選了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想大家一看就很清楚 愚人不求損失求心安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要在人世之中 不要一樣的求損失 但是一定要求心 你們要安安 我們來一起討論 可能諸位有自己的人生經驗 你有很多心得 您可以把它寫出來 或者有機會給別人分享 介紹一下 那今天我把我自己了解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點討論 我從小發現我有這樣一個個性 我希望周圍的人不要不開心 很奇怪我見到人的時候 我心裏面一直希望說 我周圍的人要開心 我很怕人家生氣 有一次我在台灣 在聯運寺住了一段時間 有一位年長的祝家師父 到我二十歲 他有一天說 文藝法師 我見到你呢有點緊張 其實讓我很緊張 我沒有想到說 他為什麼會見到我的時候會緊張呢 我想不通 不過呢 我說希望你不要緊張 我們相處在一起就是有緣 不要緊張 那今天呢 我想在座的大家 可能你們也有同樣的個性 希望家裡的親人 哥哥不要開心 不要不高興 見到朋友的時候呢 我們也希望哥哥不開心 不要生氣 在公司裡面上班啊 也希望人能喜悅 不要不開心 但是呢 在現實的經驗之中 我們要了解 我們希望人能開心 人能喜悅 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中國人說 做事不難啊 這個事情還可以安排設計 把它完成 但是做人很難啊 因為呢 人的這個變化太快 人怎麼想呢 我們有時候猜不透 不能了解 因此呢 在現實生活之中呢 我們有困難 在人事變化之中呢 常常發現周圍 有時候有人會不開心 有人會起煩惱 甚至說跟我們 產生一些矛盾 這個呢是一個現實 不過呢 經過幾十年 我慢慢觀察 慢慢觀察之後呢 我也改變自己 以前在佛公寺的時候啊 我們大概在佛公寺 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與否是是一九九零年才開始 在佛公寺的時候啊 我才二十多歲 每一次事情做完之後 心裡面呢 很歡喜啊 今天事情做完之後 每一次解決什麼問題 心裡很高興 這個問題解決了 人事沒有問題 當時呢 當時呢 就一直盼望說 從此之後呢 人事不要再有問題 從此之後呢 一路平安順利 不要有煩惱 不要有問題 後來呢 我發現 人事的變化 一直不斷 這個變化之中呢 難免有時候不順 不順利 不適應 常常有很多麻煩會出現 經過這個十多年之後呢 我後來呢 告訴自己 我們在人事之中啊 不要再樣樣求順勢了 不要有這個想法 不過呢 要培養一個能力 永遠有辦法解決 人事之間的問題 就是不能解決 不要求個心安 把它放下來 不要老是過了心中啊 吃不下 睡不著 這個人生很努力 這個呢 我就慢慢 稍稍呢 有一些進步 我記得 我在台灣的時候啊 有一次 我在聯姻室 我呢 寒假暑假 都到南投縣 參與老法師 跟聯姻室呢 過來 他那邊呢 規矩很嚴 很早就要起來 每天呢 要拜佛 念佛 要打坐 雖然比較苦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很喜歡 所以凡暑假我就過去 有一次呢 是寒假 寒假呢 我在聯姻室住 住了一些時間之後啊 有一天呢 有一位同學 就來敲門 我開門 一開啊 哇 原來是從學院半夜離開的那個同學 這個同學的個性呢 有點特別 他呢 對於學校呢 有一些不滿 有一些不適應 他不是白天走 他是晚上走 走了之後呢 沒有消息啊 那天看到之後呢 我很高興 我說哎呀 我們都掛念你啊 今天看到你呢 很高興 你一切平安嗎 他說還好 他說我離開學院的時候啊 半夜我從山裡面啊 走小路 離開學校啊 那天很冷啊 還好你送了我一點背心 我把那個背心穿在身上呢 飽暖 我不太清楚 他為什麼要半夜離開學校 那接到他回來呢 到聯姻室來了 我就請他呢 安心的住 我說我來跟老法師介紹 你是我同學 你在這邊住 那你就不要再東跑西跑 想不到呢 他住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又跟我講 他說 我不想繼續 我要離開了 一個禮拜之後呢 就離開 沒有辦法 離開呢 沒有關係 但是隔了一些時間呢 我回到學校 有人跟他說 他就跟別人說 同一同學呀 在聯姻室的時候呢 沒有好好地招呼我 所以我就離開了 啊 這個讓我們心裡很舒服 這心裡面一直有一些話 這個就是說 當時我認為 我盡我的能力來照顧他 但是他離開之後呢 他對我的照顧呢 有一片 這個沒有辦法 之後從此呢 沒有辦法再見到他了 他還在台灣高雄 但是從此之後 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那我呢 也沒辦法跟他問 不過呢 我自己要放下 不放下又如何呢 那這個呢 是 這個第一點 第二呢 各位有沒有想到說 人跟人之間在一起相處啊 不是靠手段維持彼此的關係 真正能夠長期的共住 共識呢 要靠很深厚的緣分來維持 各位有沒有想過 人跟人在一起啊 難免會有的衝突 有時意見不同 有時候呢 對方或者自己啊 將去一句話呢 啊 這個 讓人聽起來不順耳 這個常常有的 家裡的人啊 常常會有的 朋友之間也會有的 那是什麼力量 把我們維持在一起 雖然有時候有點不愉快 不舒服的感覺 不過人還是能夠在一起 長期共住 長期共思呢 我的觀察是靠緣分 這個也是很清晨的 人有緣分的時候呢 不管有什麼衝突 始終會和好 人沒有緣分的時候啊 稍稍有點麻煩 不管你有什麼手段呢 它很難做 這個也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提的一點 人跟人在一起 長期共住 長期共思呢 不是靠手段 而是靠真誠 真心的相對 更有緣分 上面有窗戶 下面沒有窗戶 下面的都是墻 中間呢 只有一尊是教文理佛 只有一尊佛 只有三尊佛 也不是一佛二菩薩 當初我們設計 當初我們設計余佛寺呢 因為靜愛法師在城裡 所以我什麼資料都給靜愛法師過目 知道 但是永新老法師呢 在香港 所以呢 所有的資料 我必須找時間 晚間傳給老法師 還好有信徒呢 有傳承機 那個時候傳承機不普遍了 我就慢慢傳 當老法師也知道說 我們怎麼設計余佛寺 怎麼建這個道場 後來這個工程呢 差不多了 屋頂也上去了 牆壁也差不多了 快要鋪地毯了 老法師呢 來這個地方 也巡視 看一看 我們建的什麼樣子 後來永新老法師 來到余佛寺之後啊 他看一看 看一看 他說 你這個牆壁怎麼都封起來啊 應該要開個窗戶啊 啊 我說老法師啊 我們美國是冷暖氣的設備啊 不像香港 香港 大老的西方式呢 全部開窗戶 讓這個空氣流透 大家燒香也不怕 空氣對流 但是我說 美國呢 這個地方開窗戶呢 裡外呢 不相干擾 我說我們就是 故意把它設計成不要開窗戶 老法師呢 在傳統的寺院啊 住久啊 他覺得 道場應該開窗戶了 另外 他說 釋迦牟尼佛只有一尊啊 供的這個地方 太孤獨了 應該 再供兩尊 或者是三尊來 或者是一佛二菩薩 文書普賢菩薩 在兩邊也很好 我說 老法師 我們這尊佛想夠大 已經可以了 他老在這邊住了一段時間 每一次一有空 一聊天啊 他就說要開窗戶 要多供幾尊 這個像 我呢 是第一次啊 聽而不聞 老法師在講啊 我就聽聽聽聽 我說老法師 現在改了有些難 佛像以後再說 這個窗戶啊 要改了比較難啊 老法師 我們再說再說 他老在這邊的這段時間啊 我是知道說 沒有辦法遵從老法師的指示 來做這些改變 後來他問我說 你大殿怎麼佈置啊 你的拜登在哪裡 我說老法師 我們有影子 從香港運過來 到時候是 全部是擺椅子 禪修的時候呢 椅子就往後收 前面就擺 拜登 大殿裡面怎麼擺椅子 不能擺椅子 要擺 三殿四季呢 讓我們 沒辦法按照 老法師的指示來做 那那個時候呢 我心裡面 是非常不好意思 也確實呢 有點苦惱說 怎麼辦呢 不過後來啊 各位知道 我們大殿 蓋好 在這邊謊話那麼多年 老法師是我們第一任主持 他也常來這邊 給大家見面 不過之後呢 老法師也就 不再對這個事情再提了 而且他對我非常的愛護 非常的照顧 每一次我到香港 他知道我去哪 他一定要跟我見面聊天吃飯 那這份慈悲心到現在 沒有改 各位呢 從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就知道說 我跟老法師的這個關係啊 不是靠一種手段來維持 甚至呢 監獄服飾的這個過程之中 有些地方沒有聽老法師的實事 我們要這樣做 後來也就沒有改 沒有改呢 老法師當時是有點不滿意 不過呢 我們的緣分一直維持到今天 沒有改變 所以人跟人之間呢 不是靠手段 人為的技巧來相處 長期相處 長期共住 共思呢 是要靠緣分 真誠真心的對待 技巧只是一時 不是成久 那現在呢 我請大家 把今天我印給大家的講述 我們來看看 我希望呢 我們能夠有時間 把這個會的話 好好的讀一 那一段呢 我是從優伯瑟戒經 從優伯瑟戒經的一面 解錄出來的 我們就一面念 一面讀啊 一面了解一下 優伯瑟戒經的 師佛陀 對於在家居士 發心寻菩薩道的 修行的 特別針對在家的 大眾 而說的一部經 這一部經的內容 非常非常好 有理論 有實踐 那這個是其中一段 善男子 若有人 能清淨 身口意 長修軟心 不做醉過 事物作者 長生 愧悔 信是罪業 得惡不報 所修善事 心生 歡喜 這段不難懂 不難懂 我們是不是經常常修軟心 不做醉過呢 即使有時候犯了過失 是不是有忏悔 忏悔之心呢 我們做了善事之後呢 我們做了善事之後呢 是不是心裡面非常地歡喜 於小罪中 身極重想 就是很小的罪啊 不過呢 都覺得是很嚴重的 涉及作為恐怖幽悔 忠不打罵 稱老眾生 行菩薩道的人啊 忠不打罵 稱是 稱恨 腦是腦怒 忠不打罵 稱 老眾生 先應語言 這一句是以前我常常提的 我們要主動地跟別人說話 主動地問候別人 先應語言 顏色柔軟 要講愛語 見眾生一樣 生愛念心 知恩報恩 心不堅定 不狂眾生 絕對不要欺騙這個眾生 如法求財 要作福人 所作功德常以化人 見窮苦者生待受之 見到窮苦的人啊 心裡面想啊 我願意帶你受這個苦啊 長修此心 靈敏一切 見作惡者能為之物 見作善者能讚得說果 要讚嘆行善的人 說他非常有功德 有福報 賦予生力 往營佐治 要去幫助他 身不自由 令他自在 有眾生啊 身體不自由了 那要令他自在 長修遠離真諱之心 或是戰起啊 絕身 潰毀 實語 軟語 遠離兩者 極無異 不也 這個後面呢 請大家把它記一下 實在的語言 柔軟如愛心的語言 遠離兩者 不要挑撥是非 不要講無異異的 風發血液的語言 不易语 讲到这个食语 我们有一次 约了一位印度教的先生 他是在休息的 他跟我约好之后 在福利中心要见面 不巧我那个里面重感冒 全身发烧 头不舒服 我就把很多约会就推掉 推完之后 因为这个约会不是我主动直接安排 别人帮我约 我就忘记 忘记之后 那一位印度先生就跑到福利中心去 去了福利中心之后 那边一问说 因为我有约 我又不在福利中心 他知道我身份 忘记这个事情 那负责的人就说 师父啊 你不能来 我就说你有四 今天不能来 五十要改变 我说不要 我今天是忘记 我应该早点跟他讲 我不舒服 今天不能上福利中心 我忘记跟他讲 我说你帮我接电话呢 我来跟他说 我就说今天很抱歉 我把所有的约会都推了 因为我不舒服 重感染 不能去福利中心 跟你会面 但是忘记跟你讲 跟你跑一趟 不好意思 给他道歉一下 我心里就安了 如果说我用别的方式 跟他说 我今天很忙 所以我要改变我的日程 不对 我睡不着呢 我睡不着呢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段 我想我们学的一段 另外呢 还有一段 善男子若有智能 药修忍辱 这个是乐字 但佛教里面呢 把它原念于药 喜欢的意思 若有智能 药修忍辱 世人常得颜色和愿 好药离析 人见欢喜 度之无厌 与受化者心不贪拙 智能见愿 恶来将 当发善愿 愿你愿整 未来之事 为我 为我父母兄弟亲戚 莫与我所生 真愿想 这一段不多 但是我觉得 我们好好地把它读几篇 喜欢修忍辱的 有智慧的忍辱 世人常得颜色和愿 好乐一息 人见欢喜 我们是不是希望 别人见到我们 心生欢喜 有没有人说 出了房门 走到外人 让人看的时候 别人不喜欢看到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都希望说 我们跟别人见面 是别人喜欢看到我们 最近还是有点过敏 我都常常不说 不还好 如果我们不是在乎别人对我们怎么想 我想我们的化妆品也不要卖那么多 我们也不需要打扮自己 也不需要想到穿什么衣服才出去 我们为什么打扮自己 为什么要穿 我们觉得适合的衣服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心生欢喜 不过今天 经里面讲到 真正让人欢喜的人 是修忍住的 是合跃的人 如果内心里面 有忍住的功夫 心里面常常有欢喜想 是喜乐的 不是称恨的 这个人的面色 一定是很合跃的 是喜欢 人家喜欢见到的 有人说 在一个活动里面 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人呢 不是西装必须的人 也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人 是经常面带微笑的人 这是心理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常常鼓励 给我们学佛的大众 你见到人的时候 不要说我见到人 没有人的时候 也不妨微笑 你微笑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关系 因为面目一微笑会放松 面目放松之后呢 你的心里会比较自在 自己就享受 当然别人看到我们微笑的时候 也会非常的喜乐 非常欢喜 所以有一句话呢 我本来想把它刻成一个图章 一个印章啊 如果写什么字啊 有什么图案啊 写一个印章 这个印章呢 我是想读六个字 人见喜喜见人 大家今天没有图章 可以盖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六个字呢 记一下 人见欢喜 人见我们的时候欢喜 不过呢 我们要做到喜见人 用欢喜心去见人 不要用欢喜的心去见人 人往往会牵入 比如说跟假有点不一块 另外一个人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呢 我们还气呼呼的 对那个人也不理 千步 人见信喜见人 这也是个功夫 再来呢 下面这一段经文呢 是说 有的时候做老师 要跟学生教导 有时候也不容易 天下的人呢 各式各样 有的可以受教 有的那个不容易受教 这段经呢 就给我们说一下 调语的方法 是杂含经里面的九百零九经 如是我们一时佛祝王舍臣 加兰陀祖园 时有调蟒聚落主 有个庄主是专门养蟒的 可能也是牛仔 来以佛所 恭敬问许 退做一面 尔师师尊 告调蟒聚落主 这一段 应该是尔师师尊问 不过呢 古诗后的翻译 或者是文字呢 都说告 尔师尊就问 调蟒的聚落主 调蟒马者有几种方法呢 聚落主答言 屈谈 屈谈是佛徒的信 在英文呢 就翻成焦达摩 高的马 是佛徒的信 在家的信 所以他们有时候称佛的叫屈谈 屈谈有三种法 何等为三呢 为一者柔软 用柔和的方法来调和 二者刚强 要用刚强的方法来调和 三者呢 柔软加刚强 刚强加柔软 既柔软又刚强 佛告聚落主 若以 等一下 佛告聚落主 若以三种法 马由不调啊 不能调顺这一匹马 当鱼之河呢 聚落主言 便当杀之 要把他杀掉了 这个马没有用了 聚落主白佛言 屈谈啊 佛陀 无上调须丈夫的你啊 当以几种法调须丈夫呢 调须这些大众啊 修行的人呢 佛告聚落主 我以你三法调须丈夫 何等为三呢 一者柔软 二者刚强 三者柔软加刚强 聚落主白佛 屈谈 若三种调须丈夫 由不调者 当鱼之河 佛言 聚落主 三四调佛 由不调者 便当杀之 所以这河 莫命我发 有所屈儒 这句话呢 一般听起来 不得了 佛教里面 佛陀是不杀身的 有不杀身界的 为什么 皆当杀之 主要就是便当杀之 这个呢 聚落主不明白 调马聚落主白佛言 屈谈法中 你佛法里面 杀身者是不清净的 屈谈法中 不应杀呀 不能杀人啊 而尽说言 不调者 亦当杀之 怎么说呢 佛告 聚落主 如入所言 你说的完全没有错啊 如来法中 在佛法里面 杀身者是不清净的 如来不应该 要杀众生的 聚落主 然我以三种法 调律丈夫 比不调整 忽负疑 忽负教授 忽负教解 聚落主啊 若入来调律丈夫 忽负疑 不要跟他说话了 也不要再继续教了 也不要再给他规劝了 去被赏耶 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是佛教里面呢 我们再看 后面一段 调马聚落主 还回来 虚谈若调一帐 不负疑 不负教授 不负教界 真为杀人 真的是 等于杀人 师父我从今日 舍出恶业 归佛 归法 归彼称僧 佛教俱落主 此真实要 真实的 这个意义 如果有人问我 法师 佛陀的出家生产里面 假如有比丘 犯了过失 严重的过失 给他劝一次 他不敢 劝两次 他不敢 劝三次 也不敢 一直在生产里面 制造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该怎么办呢 那佛教的僧团呢 一般就举行一个会议 结末 一结末 二结末 三结末 大家都认为说 这位出家人是不规矩 是破戒犯戒 累劝不听的 就决定了 莫兵 这个莫兵呢 是默默的莫 并呢 是一个挑手边 一个手指边 一个菲律宾的冰 冰壳的冰 莫兵 这是揭律里面 最严重的一个处分 莫兵呢 就是从此之后不要理他 一直等到他忏悟的时候 再说 所以这个莫兵呢 倒不是说从此之后不理他 而是说心中处分 要等到他能够忏悔 发露自己的过失的时候 再说 所以这是佛教里面 最严重的一个处分 我有时候也觉得 在大众里面呢 用柔软的方法 用刚强的方法 用柔软加刚强的方法 都能调到人呢 我们要耐心地跟他调服 如果说遇到啊 这个三种方法都不行的时候呢 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莫兵 暂时不理他 因为没办法 他不听的 那这个是 这部经今天 给我们讲的一些讯息 大家有的时候呢 就也了解参考一下 下面有两段呢 是我从两本书里面折录出来 这些都是百号吧 各位的要想想说 如果有人呢 批评我们 在人事之中啊 各位知道 你不发心 不做好事 不跟人家来往结缘 你在山里面呢 你可能还是会比较安然 没有什么是非 没有什么人事上的过程 你说我要跟人结缘 做好事 去布施 去帮人 来佛事做义工啊 人事就难免会有一些 这个变化 有时候呢 你做了好事 有人还会批评你 那你怎么办呢 这本书呢 《如何停止忧虑》 这个是卡内基先生 他的一些这个话 他说批评往往是掩饰着战略 他下面还说 请记住 不合理的批评往往是掩饰了战略 因为呢 死狗没有人去踢的 我们去碰个狗吧 那个狗是要活的 是好玩的 死的狗呢 我们又没有人要踢了 表示说你很有用 它才会碰你 你没有用 它就要碰你 这个就是人呢 有时候会有嫉妒心的原因 下面呢 还有一个一段是 如何使别人马上喜欢你 第一 第一真诚地关心他人 第二经常微笑 第三呢 姓名对任何的人人 都是罪悦耳的声音 第四呢 聆听 鼓励别人多谈他自己的事 第五呢 谈问他人感兴趣的话题 第六呢 忠心地让他人觉得他很重要 那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 给大家看看说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 讨论到这个阶段 也读了一些经文的内容 我们怎么样 在人世之中求得心安 所以我就回到这个主题的 最下面这一段 我们要不要心安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心安 但是呢 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希望心安 如果事情发生之后啊 可能在处理的过程之中 有些地方有缺失 心还是不安 有时候我们有个这样子 所以今天呢 我就提出几个建议说 请大家参考 你要怎么心安呢 人是在变化 有些状况 你要处理 你怎么样 去求得心安 第一 这个讲义里面最后 我也把它写出来 给大家看 第一 要以英国的法则来处理人事 第一 要以英国的法则来处理人事 你不以英国的法则处理人事啊 只是看着人情来做事呢 可能最后是不心安的 心不安的 今天处理好了 后面的麻烦很多 其实是没有解决问题 因为根据这个英国三个的法则啊 我们照法则来做 才会彻底的解决问题 避免未来的故事 如果不按照英国法则来做 只是今天觉得怎么好 怎么做 对方怎么喜欢听 我就怎么说 你不会心安的 今天是暂时 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是解决问题 欲佛寺落成之后 隔了一段时间 因为佛教会的财务状况 从佛光寺 佛光教到这个地方 有个大大的转型期 那这个转型期呢 我觉得我需要想办法 把财务的这些事情安排 不要让它出问题 我要好好地来照顾 佛教会收支的这些状况 基本上呢 那么多年都没有事 不过目标是将来都没有事 所以我就请 我们这个会议会计司 黄雅敬去寺 我说你帮我呢 开始跟佛教会的各处各组 个别的谈 了解他们需要 这个用多少的这些预算 然后财务处呢 如何避免呢 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呢 发生一些毛病 你全部呢 帮我了解 花了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时间 他后来跟我报告 他说法师 基本上佛教会的财务呢 状况 我们的处理方法 应该是不会出问题 唯一 唯一可能会出状况的地方 是收工的相当的过程 因为工的相当里面呢 是有这个现金 这个地方呢 我们注意一下 看怎么避免呢 就好了 那我说你建议我怎么做呢 他是收工的相当 不要一个人收 最好是要两个人收 财务处两个人去收 不要一个人收 收的时候 两个人打开 拿到袋子里面 然后放到这个办公室 大家收 这样没有问题 那我说好 所以我就把这些规定的 一一的跟所有的义工 大家说明解释之后呢 让我们用他这些建议呢 来照顾佛教会 这个财务的 这些收支 有一天呢 我就走到大殿前面 下午了 我一开门进来呀 我就看到有一位 非常资深的会友 这个会友是非常非常 护持到场的会友 那么多年 他一直帮忙财务 从来不出问题 而且是出钱出力的会友 那他在收工的箱 我一看 是一个人 一个人呢 我就停在那个地方 我说 某某句子 我们刚刚上个月说 收工的箱应该有两个人收 为什么今天你一个人收呢 他说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要求 规定的 不一定要找财务处的人 陪你来收 找任何会友跟着你都可以 这个要落实下去 当然我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对这个老会友 好像有点批评 在抓他的毛病 我知道他是百分之一百的 或者绝对不会出狂 但是在英国法则里面 佛教会不是他一个人收 工得下的钱 是常常大家轮流收的 为了防堵这样的漏洞 我必须要坚持 所以后来那件事情 我们这样子把它处理之后 我就觉得说 让国教会的财务员 完全无忧 这是要依据英国法则来做事 一时的人情 英俊人情 长久来看 不是解决的办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心安呢 在人世的变化之中 不管顺也不顺 我们学佛的人 永远要保持对人的慈悲心 不要存任何害人之心 以存害人之心 第一个最直接上海的是自己 人的心里面 没有慈悲的念头 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 因为慈悲是喜悦的来源 慈悲是快乐的基础 慈悲是安静的基础 如果说没有这个慈悲心 人家骂我们 我就骂过去 人家对我们忌妒 忏恳 我们也忌恳 最后就伤害自己 同时呢各位想想 你不用慈悲心 你还用什么心呢 也没有别的心 可以用的 唯有呢不存害人之心 最多是默病 默病不是没有慈悲 而是说明 处理的方法上调整一下 暂时不要跟他说 但是不是放弃慈悲 这是两个慈悲 这也是我们皈依的其中一个条件 你要做佛地子 你要在佛前发愿 不管发生任何顺不顺的情况 我永远不要放弃慈悲心 这个是其中一点 那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也把它记下来 第三呢 要尽全力 你尽了全力 有人不尽全力 说我心安了 要小心哦 你没有尽你的努力 你没有尽你的权力 让事情没有做好呢 可能是自己的疏忽 可能是自己的懒惰 可能是自己不负责任 有人也觉得无所谓 我不在乎 但是那个时候呢 要问自己 我是不是不负责任 我是不是满度 如果说我们尽了全力 事情还是不圆满 这个要放弃 各位 应该要 可能都听过我 说这个事情 普利中心是1995年开始 思考 9596979899 2000年的时候呢 佛教会的董事会呢 才正式投票 说看要不要通过这个议案 我们在董事会 那天投票的当天 这个 有人问我 巴斯 你是不是很担心 我说我现在不担心 我在过去的五年之中 我已经尽我的能力 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要筹建普利中心 普利中心的理念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已经尽全力解说了 今天通不通过 大家 所有的董事 不计刑的投票 自由表达 成 我们就继续做 不通过呢 我也心安 因为我已经尽力了 有人问我说 巴斯 如果不通过 这个票数不够 你怎么办呢 我说 我休息半年 我在第二次提案 再讨论 我们按照制度 按照开会的方法 我第一次不通过 我表示你不通过 我可以第二次再提案 第三次提案 三次提案之后 不通过呢 这是德尊府教会的供业 我也心安 到此为止 我尽了我的责任 尽了我的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后来呢 其实 我觉得最辛苦 是说明的阶段 但是投票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是很平静 我不太在不得失 那时候通过也好 不通过也好 我可以休息一下 万一不通过的话 那这个要尽全力 不能说不尽全力 来说我无所谓 我心安 可能是不负责 可能是懈怠懒惰 造成的一种心情 那个不是功夫 所以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题目呢 大概在这样子 给大家想一想 想过之后呢 希望呢 我们每一个人 与人世中呢 不要一直要求顺势 不顺势呢 也是一个磨练 能够顺势很好 不顺势呢 也是磨练 从不顺势中 增加自己的智慧 善巧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助理 不过呢 我们一定要求心安 心安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吃饭睡觉 好 我就讲到这里 不顺势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